大家好 欢迎来到卓游讲玩卓游的时间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Happy 我是WXKHR 今天我们就介绍了一个很厉害的 这个游戏叫做AEGIS 就是Combining Robot Strategy Game 就是玩合体机械人 Happy 你介绍一下这个游戏是怎样的 其实这个游戏是一家很小的作品 它应该击开始了一两次才成功 听闻它由13年做到现在 差不多18年至19年才能出货 即是13年开始有这个想法 16年14年再击三次 17年再击三次 最后就做了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是什么呢 话说就是一班机箭的游戏 一班机箭的游戏 对打 基本模式是一打一 即是两批 也可以去到4批或者6批 甚至有一个批 那游戏基本上玩什么呢 大家就会看到 这游戏有很多这些不同种类的机械人 对 而且有些批击打的东西 批击打的东西 批击打的东西 对 那每一转 日系画风 对 这些是 日系 不是 美式 美日 好 那我们每一转 我们会根据我们的机体 对 就会游戏不同的 对 首先大家会游戏不同的 就是根据这个 对 例如一开始大家有这几架 这几架 还有这架 对 还有这架 对 每人应该有 一阵 有五架 首先转头 我们就会 生产了这些 对 例如这边 就生产了 17 17 14 59 然后每一只机器 就会 动力 首先 这个是在地图上 有五只机 所以 另一样就是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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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阵 就会用一点 能力 就是用这个 去保持每一转 生产的 每一转 你用了的 OK 好了 走完它之后 下面这些 就是可以做的招式 招式来说 其实它的icon 都算很容易明白 首先就是 最左手 哪个 就是说 它可以 要用几点 energy 例如 第一招这个 就是两点 energy 就是 摘两颗 摘两颗 四颗 这个就是 要代表四颗 才可以中 每一颗 这个战序 代表每一颗 会产生两点 damage 每一颗 有整大厚 就是一格 1格 例如 这个 3格 3格 每一顿 4格 這個藍色代表這些顏色全部都要戴上去 是比較難窄的攻擊 大致上就是這樣 每張卡下面有技的特殊能力 例如剛才我們說駕駛員有專屬技的 還有專屬技的 接著就要講合材 每一回合基本上大家就在這5隻手機 互相打,打到去對手就死為止 很簡單 這個遊戲剛才說是合體Grobat 除了這5隻手機 你慢慢就可以越合越高 例如這隻就是AA號機 這隻ARC A號機 因為它要跟名 ARC150 高400 合體就會成為AG ARC2500 高400 合體就會變成 AG 反光很厲害 ARC2500 因為一定要對名的 頭一定要對 然後就對色 你只要把它拍在一起 然後給這麼多點 Energy 就可以把這兩隻手機 換成新手機 原本舊機的傷害 全部都會 保滿血 而且合體Grobat 你也可以留意一下 看看會不會有些合體後的即刻技能 就是譬如 它有些寫著 combrine的 這隻也是 igniction igniction 就是當combrine完 就可以立刻 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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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 就是這樣 互相對打 打到大家的機器人死 或者打到 對手 GEN ENERGY GEN得少於5點 那就為之贏了 大致上就是這樣 有什麼感想 我先說 其實我覺得 idea是非常有趣的 當初 Kickstart 我也有留意 但最後 不入手幾個原因 就是 畫風 畫風雖然漂亮 但我不是 我只好喜歡 因為它的機器人的設計 是有些 我不懂怎麼說 因為不是說不漂亮 沒有靈魂 沒有靈魂 GOOGLE 那些 那些人的 那些是OK的 即是人的人設是OK的 那 接著就講一下玩 其實剛才玩下去 我覺得節奏都很明快 都是一個小時鬆一點 就打完一場 很快 都是有色運的遊戲 因為你都是窄色去打 沒錯 沒錯 我剛才很感覺到 強運式和弱運式的感覺 沒錯 合體的機制 也是有趣的 不過 我有一點 覺得有些奇怪的 就是 因為它的系統 就是 你每個回合 有多少能力 就做多少 好像Action Point 但是 有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 你打了遊戲 你就是想合體 但是合體之後 你看一下 數值上 你會明白 舉個例子 這兩隻 A和G的機械人 本身是 有五粒 和三粒 合體之後 就剩下六粒 分產 對 所以 基本上你會感覺到 遊戲去到月後期 那個Energy的數字 會越來越少 當然 我們都理解的 原因是 因為 你兩隻變成一隻 其實你需要 需要用的Energy 是減少了 這樣 但是 你就會總是覺得 好像 因為 它的移動 仍然要保持著 要這麼多Energy 所以 合體之後 其實你可以做的事情 我自己感覺到 是減少了 因為你減少了一架機 對 減少了一架機 所以 理論上 但我覺得這個 就有點 差一點 那個感覺 我覺得 是的 不是那種爽快 合圓很厲害 對 應該越合越厲害 你覺得合圓 好像差了一點 這個位置 平衡 但其實 我剛才是這樣的感覺 但我剛才是落後圍 開始是 幾十幾個被人 只剩下兩三架 然後 只剩下兩三架 反而都可以追 因為它的攻擊力厲害 合體之後 還有我覺得這個遊戲 我講一下我的感覺 為什麼 這個遊戲沒有進了手 對 因為它有很多機械 對 其實有多少呢 看看 這裡 其實你直接說了一個答案 就是這一架 這一架 每一架卡是不同的機械 不同 是每一架都不同 你看 那裡還有一些punchbox 還沒開 其實它這裡 就已經 講完它有幾個pack 你看 有 1 2 3 4 5 6就是 Kickstart exclusive 1-5個pack 這5個pack 包括Basic 四個駕駛員 2 3 兩個 就是各送兩個 再連上它的機械人 那些 而第四就是 特別版 就是五機合一 就是你聯想一下 這個超絕大合體 即日本那些很流行 打到最後就 五隻機械人 即是真的AGIS 就會齊齊 而第五呢 其實呢 就是純commander的 expansion 就非常之 AGS 對 AGS 超絕機械人 對 超絕機械人 所以變成了非常之 喜歡病到一個點 但是呢 又是個問題 五部機械要玩多久呢 對 所以其實呢 這個遊戲 如果玩下去 其實它是有很多不同的模式 有例如 Draft Mode 亦都可能是有 Combined Rodon 這個模式可以直接 不用Lv1 直接可以高一些Lv 可能容易合 亦都可能有其他 Point Control 玩控制據點 亦都可能是玩Team 甚至乎有一個Advanced rule 它說這遊戲本身 是一個TableTop的Wall Game 所以Advanced rule 就叫你扔走一塊板 就量尺 一吋 真的這麼寫 所以我覺得這個遊戲 其實都蠻Sand Boss 就是那種 給你所有東西 然後你自己喜歡 怎樣砌 怎樣玩都可以 我覺得這個層面來說 都是蠻有趣 如果喜歡儲存這類型的遊戲的人 喜歡一盒遊戲裡面 可以有無限的Replay 這個都蠻有趣 因為我們剛才看過 因為我們剛才玩了 Pset那兩套遊戲 其實也有味道 其他也有很多不同 沒錯 機器人的形式 或者是攻擊力 全部東西都很不同 所以我覺得 如果喜歡這些畫風 喜歡機器人 喜歡這麼多變的 一百隻機器人 給你任氣 我覺得這個是 都可以 你如果問我 其實我覺得 如果以Value來說 這個遊戲 就真的不能輸 因為始終 我覺得它細廠來說 它都一定是 賣大包的形式 你想想它這些 如果你給了其他的遊戲 它就十萬個expansion 分開拆 剛才那六匹就分開六匹 但它這裏 現在這個遊戲 VTEL版本 你看到現在整枱 不是Kickstart 這個 我都追到Kickstart 指板 指板 指板各一各好 容易看 其實你當戰棋 又容易看 又便宜 又便宜 又容易收納 對 再給拍攝收納 它收納也有深價 也有深價 即是有Gal Position 有底 顏色也好 我們推薦給什麼人玩 我覺得 如果你喜歡二人對戰遊戲 有機器人的喜歡病 而你又對這個機器人的機設 不抗拒的話 這隻真的不錯 值得玩的 我覺得 絕對值得玩 真的可以玩很久 如果喜歡的話 又是退休的遊戲 又是JARF 又可以自己組成團 沒錯 沒錯 但你覺得算不算複雜 我覺得這遊戲是義學的 一路教完 其實剛才我們都 五分鐘而已 五分鐘都過了 都教了八九成 只差一些Keyword 都再看 其實很多Keyword 那些位置 令到入門門檻有少少高 即是你不是只拿完 就大打 你每一個Keyword 都要看一下 但也不算多 如果你用每一個駕駛員 其實他每一個駕駛員 都是教一個Keyword 是 是的 那他有一些共通的技能 共通的Keyword 一些招式會有Keyword 所以我覺得 不算太難教 一般普通人 而我覺得整個系統來說 都沒有很大的缺陷 這個是玩得到 而且都OK好玩的 沒錯 但只是屬於不夠 即是在二一雲雲 那麼多遊戲中 他不是說很突出 但是你說他突出的位 就是他的平價性 還有那麼多的多變性 我覺得絕對是 這個位置可以跑出的 沒錯 好 今天我們來介紹的就是 AEGIS 就是這個 Combine Robot Strategy Game 好 下集再見 拜拜